我覺得我的世界好像有點崩塌了 我記得我在醫院一聽到 確定博士的時候 我是蹲在醫院的就是 後診室的外面 然後蹲在地上就放聲大哭 然後所有的人就是經過都看我 可是那時候你已經不管了 已經失去理智了 因為我覺得我人生快沒有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乳癌 無尊珠頓時對未來感到絕望 然而是女兒將她的生命重新點亮 當時我的大女兒我有兩個小孩 那我的大女兒她讀國小 那時候大概好像是三四年級吧 然後她就告訴我說 其實一開始我不敢告訴她我怎麼了 然後她就告訴我說 其實我知道你生病了 因為我有看到你在查資料 那你不要怕 反而是她告訴我我不要怕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要努力 她都這麼相信我了 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所以我就覺得我要好好的去一致 面對 從一開始的不能面對 害怕 然後到去面對 然後去做治療 除了女兒 朋友的擅自主張 讓她踏入了馬拉松 就此綻放人生 她就擅自幫我報了 第一場6K的馬拉松 然後我就去參加了 我就也莫名的我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我才發現說 原來跟所有的人一起運動 是這麼熱血 我覺得我的血液 在我身體裡面重新活過來了 它重新大量的在流動 接觸無數個運動項目 考取各式各樣的證照 如今 無珍珠領悟出不一樣的人生觀 必以一路玩到掛的樂觀心態 迎接未來所有的挑戰 老天爺都有給你鑰匙 在你手上 那你要不要用這把鑰匙 打開那一扇門 是你的決定權 我們平常只是握著它 每個人都有一把 我們握著它沒有開門而已 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有多精彩而已 你懂得很好用 人情 你懂得很好用 你自然可以